少女的心事是什么 明明日记被同一个人填满 明明起了一百个代号 他 哥哥 笨蛋 老男人 却无论如何都不敢写下的那几个字 就好像如果写下来 就会被他听到自己的心里 少女的喜欢是什么 是酸甜的亏心事 是初见时那拍多出来的心跳 是他好看的眉眼 是他轻笑着喊的那一声小孩 是被发现时休脑的无措 是不被发现时空落落的委屈 而对他的喜欢不知不觉已经扎根蔓延 掩饰不住 仿佛破土而出 直到慢慢的他注意到这份心意 轻轻触碰抖落了一地星光 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呢 那个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人 会贴在你的耳边轻轻说 你是我此生唯一所愿 那些深刻的无法释怀的暗恋 在此刻似乎都不必在隐藏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 偷偷藏不住 一个少女暗恋成功的故事 让我们变得和直指一样优秀 也会遇到属于自己的段佳许 炎炎夏日只了声响破天际 桑智是厨一一般的天才少女 数学老师在上面认真讲课 她却在下面画着猪头 老师暴躁的头发都立了起来 冲她大吼 桑智你给我起来 告诉我 刚刚我讲了什么 桑智懒洋洋 撑着桌子站起身 回答出正确答案 让兔头的老师措手不及 但她还是板着脸教训 知道答案就不听讲了吗 别以为你 每次都能侥幸考满分 桑智弱弱地回答 每次都考满分 应该不是侥幸吧老师 老师愤怒地把胶齿碰得 砸在讲台上 还顶嘴你这么厉害 要不你上来叫 桑智满脸无辜 可我来教了 还有老师做什么呀 话音刚落影 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桑智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果不其然 老师使出了 他最爱的招数桑智明天 把你家长叫来 放学后 桑智垂头丧气 走在回家的路上 好友因真如凑上来 关心问桑智 怎么又惹成秃头了呀 阿姨这个月 都被叫来两次了 桑智很是无奈 我都不知道 哪里又惹到他了 有事没事 就喜欢请家长 殷真如突然话锋一转 对了你去不去书店 傅政初约你呢 桑智边拿出手机边 拒绝去书店 见傅政初的事情 不去有这功夫 还不如想想 怎么应付尘秃头呢 说完便自顾 给哥哥发了短信 哥哥你好久没回家了 你明天能回来一趟吗 我好想你啊 没一会 哥哥桑岩的信息就回了过来 你再我就不回 桑岩这绝情的回信 让桑智当场裂开 早知道 平时就少跟哥都对了 桑智愁眉苦脸地回到家 偷偷摸摸开了门 做贼心虚的他 甚至不敢指示妈妈眼睛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苦思对策 这时 妈妈突然让他拿果盘 送去哥哥房间 他还带了个话没说完 便被桑智打断惊喜地说 老哥回来了快速结果 果盘开心地转着圈往 哥哥房间跑去 推开门清热地叫着哥哥 房间里面 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少年 清澈的眼神 加上刀削的脸庞 这是桑智第一次见到段佳许 不知是房间里的烟草味 让人迷惑 抑或是他眼里微带的笑意 让桑智一下子慌了神 他试探着问 哥哥你去整容了吗 怎么变了这么多 这是桑智第一次见到段佳许 不知是房间里的烟草味 让人迷惑 抑或是他眼里微带的笑意 让桑智一下子慌了神 桑智看着眼前有些陌生的男人 彻底被惊呆了 哥哥你整容了吗 怎么变了这么多 男人似是想到了什么眼里 划过一丝荒唐 随后压低声音 恩了一声 桑智无法冷静 接近崩溃 爸爸妈妈同意了 男人低笑着继续说 小孩过来看看 哥哥整得好看不好看 桑智瞬间察觉 哪里不对 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后传来开门的动静 小鬼让开 桑智下意识回头 看到了桑晏的脸像是见了鬼一样 桑晏瞥了他眼 怎么又被我摔倒了 桑智很是无奈 从来没见过 像他哥这么自恋的人 段家许哈地笑出了声 两人直勾勾地看着他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桑智突然爆发 用手指着段家许抬头 询问桑晏这个人是谁 段家许坐起身子 用手托着侧脸 笑着调侃 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 刚刚不还叫我哥哥吗 桑晏一脸鄙夷地 看着桑智叫得倒是亲热 而桑智尴尬地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内心早已有万头草泥马在奔腾 刚刚怎么会认为 这个人是哥哥 这人现在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不把别人认成自己的哥哥 是什么体验 段家许起身走到桑智面 前半蹲着身子 浅色的同仁 似温柔 又似骨 我叫段家许是你哥哥的朋友 兼大学社友 桑智别开眼 表情有些不自在 轻轻地嗷了一声 段家许和小朋友 做完自我介绍 侧头又恢复了往常 那幅漫不经心的模样 桑晏看来 我跟你长得还挺像 桑晏懒得理会 只是让他去照照镜 段家许继续道 他刚刚这小孩怎么问我是不是这么玩 听到前半句的桑智立马感觉大事不妙 想要伸手阻止 奈何身高差距太大 终究是慢了一步 桑智尴尬地回头 看向自家哥哥 桑晏直接愣在原地 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随后紧闭双眼 恶狠狠到小鬼 你觉得我有必要整成他 桑智如临大敌般 看着他大战一触即发 两人因为整容这事 吵得不可开交 旁边的段家许 环抱双手 看起了热闹 愤怒将桑智露出原本无法无天的模样 妈妈没说 你带朋友回来房间里 只有这个人 我会认错很正常 桑晏用手指了指脑袋表示 这不是人该有的脑回路 明明就是蠢 段家许则在旁边偷笑 眼尖自己吵不过哥哥桑智 便开始酝酿大招了 你完了 桑晏此刻感觉到 将有不好的事发生 桑智便开始酝酿大招了 你完了 桑晏此刻感觉到 将有不好的事发生 桑智继续酝酿着 情绪斗大的泪珠子 就要被解除封印开始掉落 桑晏满脸黑线不是吧 桑智压抑着的哭声 也在一瞬间 放大在房间里回荡着 顺着墙壁 传到在客厅看电视的 黎平的耳中 听到声音 黎平立刻从客厅走了进来 怎么回事 桑晏反应很快 也很无耻 转身指着段家许 你怎么能欺负我妹呢 然而还是低估了 桑智此刻 正抱着段家许的胳膊 躲在她的身后 满脸委屈 同时用手指着桑晏哥哥打我 黎平露出魔鬼般的面孔 你个臭小子 又欺负你妹 还当着别人的面 桑晏无助地摇着头 随后便被黎平扯着耳朵 拉到客厅 段家许笑了 看着站在面前小脸通红的桑智不哭了 情绪随着哭泣散去桑智的心情 好了大半 却仍有思思羞耻残留 段家许看着她 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抽出纸巾 由于两人身高差距大段家许 干脆弯下腰来用纸巾给她擦眼泪 而此时的桑智开始后悔 和桑岩座对这下没人去学校了 突然灵光一现脑海中浮现一个想法 看来只能找她了 哥哥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桑智被老师叫家长 竟然准备让哥哥的朋友冒名顶替 桑智脑海里突然浮起一个想法 只能找她了 想了好一会儿 桑智磨蹭地开了口 她还没开始变声因为刚哭过 说话时带了点小奶鹰 格外可爱 哥哥段家许 眼睛一台N了声怎么了 桑智犹豫了夏温吞的 说你明天有空吗 段家许捶下眼 懒散道 要是哥哥说没空吗 桑智急了不行 刚刚惹了桑岩她 肯定不会帮自己了 现在眼前唯一的希望 就是这个人 她捏了捏拳头 干巴巴地威胁着 你一定得有空 你要是没空 我就我就告诉我妈妈 你俩一起打的 我难难混合双打 还难难混合双打呢 段家许清扯了下嘴角 小孩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桑智看她一眼 没什么底气地说 我还小不懂 怎么讲道理 行吧 段家许四笑非笑的 你先告诉哥哥 你明天要做什么 桑智犹豫了夏温吞地说 你能不能假装是我亲哥 她觉得有点难以七尺声音随之滴下来 然后去见一下我的老师 段家许明白过来 被叫家长了呀 桑智沉默下来 像是在默认 段家许明白过来 桑智想让自己去见她的老师 满洋洋地说 这样啊 那你怎么不找 你哥哥去学校 桑智瞪大眼睛 我刚刚那么冤枉她 我要是告诉她了 她会立刻告诉我妈妈 段家许仍在笑 你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这语气听不出是认真 还是在开玩笑 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打开 桑晏瞪了妹妹一眼桑智顿时 心虚紧张的咽口水 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桑晏目光灼灼地 盯着妹妹看了一会儿 桑智更紧张了 自动后退给桑晏让道 然而 桑晏却拿起衣服 对着段家许说道走了 像是没听清 桑智刚刚的话段家许 点头小孩下次见 桑智不敢相信 这怎么就下次见了 桑智立刻拽住她的胳膊 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不这么晚了 吃完晚饭再走吧 桑智让段家许 在自己家吃过晚饭再回去 段家许婉拒道 下次吧 桑智盯着她 完全没有要放手的意思 什么下次啊 档当的话题 你就这么旺吗 你是年龄大了 兴旺正吗 但她也不敢把这些话说出 只能可怜兮兮地吻 下次是什么时候 段家许婉这唇没有说话 看着两人这生离死别般的互动 丧年扬眉 你俩干什么呢 第一次见面就跟生离死别一样 眼还朱格格呢 段家许我妹可才十二岁 桑智下意识反驳 十三了 听到这个数字段家许有些诧异 目光又放到了桑智的身上 十三岁了呀 读出二每个学校 桑智不看她硬邦邦到初一了 桑智顿了顿 不知道自己这突然扶起来的想法 是不是对的 但还是很没骨气的 补了句续中学初一一班 接着又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叫桑智志祺的志 桑岩看着妹妹的自我介绍 语气不满地开口 你再到护口了 然而段家许却轻密地捏了捏她的脸 小桑智下刺剑 她压低了声音 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吗 直到桑岩催促磨蹭什么呢 回学校了 这才起身离去 看着段家许离去桑智 这才反应过来 脸色发红 又有些气馍 竟然拎我的脸 第一次见面她 怎么能拎我的脸 还叫我小桑智 心脏也不知不觉 砰砰直跳 桑岩段家许两人出了 桑家太阳已经完全落下 晚霞晕燃整颗天空 段家许考虑了一番 毕竟是个心智 还没成熟的小孩 而且也不清楚 有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她还是跟桑岩提了这个事情 你妹妹被叫家长了 刚刚问我 能不能帮她去见老师 桑岩择了声 怪不得一直留你吃饭 我就知道 这小鬼没打什么好主意 段家许笑着没说话 桑岩有些心不在焉 到我明天有事去不了 你要没空就别理他 我和我妈说一声 没有也得有啊 段家许眉眼低垂散漫地说道 突然想起 小桑智临走时 着急的自我介绍 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再次说到 总不能骗小孩吧 四日清晨 桑智独自坐上去学校的公车 完全没注意到 红车有人正盯着自己 整个人都是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 脑中闪现出 昨天亲密的画面 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 他会来的吧 又如孩童般安慰自己 骗人就是小狗 想了想 好像哪里不对 应该是老狗 突然一个急刹车 脚下没站稳 眼看着身体向前倒去 心中大呼不好 然而 下一秒 被傅政初一把拽住 这才避免与地面的亲密接触 桑智尴尬地扭头准备道谢 恰好对上了傅政初的眼 傅政初关切地问你 没事吧 没事看着眼前的傅政初 桑智很是疑惑 这都能碰上他 随后到了声谢谢 便不再说话 过了半晨 傅政初故作镇定 同桑智搭话 殷真如说 你被叫家长了 桑智略险不满 殷真如 怎么什么都对你说 傅政初似乎有点紧张 随后便告诉他自己 也被叫家长了 桑智一脸疑惑地询问原因 傅政初一时间 想不到怎么回答 含糊七词地说是上课不听讲 桑智点点头表示自己 也差不多太简单了 不想听 傅政初也表示自己 也是因为太简单了 太不认真听 桑智毫不留情面地 戳穿傅政初 上次考试倒数的这个事实 汗滴顺着傅政初的脸颊落下 别开桑智的视线 握着调环的力道紧收 沉默片刻 傅政初轻咳了声 主动打破尴尬 你上次考了多少名来着 桑智情绪毫无波澜第一 傅政初听到桑智上 次考了年级第一 再次陷入尴尬 行下次 我也考得第一玩玩 桑智看向傅政初 上下扫失一番 你下次要拿第一 傅政初点头 底气少了一半 怎么了吗 没就是提醒你一下桑智 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 随后理所当然 倒有我再不管 像是想起了什么 傅政初很是后悔 自己偏要睡着牛干嘛 桑智一整天都没听课 时不时顺着窗户 往校门口方向看去 昨天也没留联系方氏化 也没说明白 他知不知道 我们学校是四点半放学 时钟滴答滴答 不停地转着 很快就到了放学时间 教室那一片喧闹到最后 就连值日的同学都走了 只剩下桑智 独自坐在教室 桑智一直等到五点半 桑智等不下去了 猛地站起来 骗人 强行绷着脸 将委屈的心情压下去 算了 赶忙收拾起了书包 愤怒地抓起头也不抬 步伐很快 像个无头苍蝇 完全没注意到 面前有 就这样 直接撞了上去 同学你知道 初一一般怎么走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先是一愣 随后猛地抬起头 段嘉许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一身白衣 刘海略长遮盖了眉毛 五官出色到过于艳丽 也不知道该说 这是意料之内 还是意料之外的预见 桑智鼻子一酸 眼中泛起泪光 注意到她的情绪 段嘉许面带微笑 蹲下身子 又要哭鼻子了小孩 桑智看那个 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娘 竟然真的来了 桑智委屈巴巴的鼻子 一酸痘大的泪珠 忍不住我吓掉 段嘉许抬手轻揉她的头发 别哭了 哥哥替你去挨骂 然而却不知道 桑智是因为她来得太迟了 所以生气了 段嘉许耐着性子 笑看着她那应该几点来 桑智突然爆发 五四点半就放寻了 段嘉许四是知道自己错了 蹲下身子 轻声赔着桑智 桑智看着段嘉许 虽然来晚了 但终究还是来了 桑智也没有继续不依不饶 万一一气之下 她走了 那自己岂不是完了 随后用手扯了 扯段嘉许的袖口 走吧 去办公室 两人的身高悬殊 如果不是认识的人 还真看不出不是兄妹 路上桑智不停地嘱托着 段嘉许声 怕她说漏了嘴 瞪大眼睛撇了撇嘴 不然我们两个都得完蛋 段嘉许舔着嘴唇 笑着打趣 怎么听起来还挺吓人的 桑智反倒嘲笑她 胆子太小 你要胆子大点 段嘉许不吃一笑好 我会勇敢的 桑智和段嘉许 来到办公室 桑智推开门 陈明旭用手扶了抚眼镜 一脸的严肃来 桑智低头 我哥哥来了 段嘉许站在她的身侧 倒是没她那么心虚 说话坦荡 没有语尽 老师你好 我是桑智的哥哥桑 旁边的桑智猛烈地点头 极力富 陈明旭也做着自我介绍 随后一番客套 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师 认出了桑智 怎么又是这个小女孩 很明显 她成为了办公室的常客 陈明旭虽然讨厌 但是也不懂 看向旁边站着的傅政初 你搬这个不也是吗 傅政初看向桑智 恰巧对上她的眼随后脸 轰着别了过去 而这一切 也正被段嘉许看在眼里 桑智有些不明所以 她怎么突然扭过脸去了 段嘉许倒是也看得透彻 随即便明白了 这时 陈明旭因为要打印资料 暂时先离开 让她先坐下的地方 段嘉许也是毫不见外 当即坐下 随后对着桑智勾勾手指过来 桑智虽然疑惑 也屁颠屁颠地走向她 段嘉许贴近她的耳边小孩 你早恋 听到早恋这个词桑智 先是一路 接着直接炸了你才早恋 段嘉许重新端坐身子 我倒是想这不是年龄不允许了吗 桑智挠挠头一时间 也想不出如何接话 最后只从嘴里蹦出一句 你是挺老的 尽管并不在意年龄 但听到这句话 还是觉得心口处也戳了一道 随后反驳我老 那你怎么不叫我叔叔 桑智思考一番 觉得有点道理 立刻改口叔叔 这句话 无疑是在段嘉许的伤口上 又补了一道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两人的互相伤害 您好请问 傅政初的班主任 是在这吗 女人敲门时 显得有些腼腆 张老师连忙战气打招 身后的傅政初 却有些抱怨姐 你怎么才来 说话间 女人注意到旁边的段嘉许 目光定了两秒 很快就门开了 然而 脸上却泛起一阵微乎 桑智也看得真切 很势不紧 不证出他姐 怎么和他一样 正在段嘉许 同桑智聊得正欢的时候 一个女人突然敲门 打断了 因为刚才的话 段嘉许笑了半天 盯着桑智询问他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突然觉得有些无聊 便决定逗逗他 让他说些好听的话 给自己解解闷 桑智不疑地 看着段嘉许说什么 段嘉许想也不想 直接开口就说 嘉许哥哥世界第一帅 桑智很是不乐意 除了哥哥桑言 第一次见到 这么自恋的 见他不乐意 段嘉许继续引诱着他 夸自己 桑智别过脸 直接拒绝了 段嘉许倒也不生气 拖着嗓音调侃道 他是小气狗 就在这时 陈明旭也终于回来了 段嘉许表情转换 极快站起身 向着老师打招呼 桑智拿起杯子 掩饰着尴尬 以倒水为由 直接开溜了 接水的桑智 恰巧听到张老师 和傅政初几句的谈话 原来是傅政初 主动要求老师请家长 傅政初老老实实地 站在旁边 眼神不停地 看向旁边的桑智汉滴 顺着额头往下落 桑智很明显感受到了 他的目光 回头看向傅政初 两人四目相对 傅政初再次别过你 桑智想 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点认识 此时的陈明旭 把昨天课堂上 发生的事情 想了一遍段嘉许段嘉 侧头扫了桑智椅 还有这事 桑智立刻低头 装作在反省 聊天结束之时 段嘉许表示 回去之后 定会好好管教 事情比预想中的 顺利桑智 看向段嘉许的表情 亲近了许多 谢谢哥哥 段嘉许 恩了一声回家了 桑智眨眼看着他对 不然还要做什么 段嘉许细语道 我这不是答应老师管教你吗 于悦的心情 被这么一说 顿时没了大半 也要对我唠叨 并表示 就连桑岩见老师之后 也不会说自己什么 段嘉许并不相信 桑智的话 拿出手机 就要给桑岩打电话 旁边的桑智 怎么也没想到他 竟然来真的想要抢夺手机 但是却又够不着 反而被段嘉许愿地割不下 就在两人打闹正欢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你好 两人下意识地回了头 正是傅政初的姐姐 就他一人站在原地 也不知道傅政初去哪 脸蛋红扑扑地看着段嘉许能能给他联系方式 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段嘉许看向他没有说话 像是无声的拒绝 见对方没有反应 女人低下头闭着双眼 再次索要联系方式 段嘉许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抱歉我没有手机 桑智站在旁边当场实话 这理由都能想得出来 明明手里还拿着手机 这不是明白着骗人吗 女人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尴尬不自在 看着眼前的两人 桑智环抱双手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即喊了一声哥哥 你可以把家里的号码 给这个姐姐 段嘉许很是疑惑 看着桑智 也不知道这小鬼在做什么 看着眼前的两人 桑智的眼珠子 呜呜呜呜地 在他们两人身上打转 他也看不透段 嘉许意思 没等段嘉许回答 桑智突然扬起头语出 惊人姐姐 我哥有29个女朋友 段嘉许的眉心一跳 垂头看着桑智 桑智又继续对女人说 你不用紧张 我哥应该会给你 桑智没敢看段嘉许模样 真诚又开朗 我哥一天换一个女朋友 这个月还缺一个 估计就是你了 桑智的音量不大语气 也平静 但也许是因为内容过于震态 在此刻就像是用喇叭 扩大了音量 传入另外两个人的耳中 又过了几秒段 嘉许收回事情 顺着桑智的话说 我有点诈 而且最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段嘉许清笑了一声 摇了摇手里的手机 三半的 要想给我打电话 可能还要排个号 她的语气理所当然 似乎没觉得 这些话有什么不妥脸上 没办法修复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语言深吸了口气 勉强保持着礼貌 不用的话输完女人 直接转头走 等到女人走远后 段嘉许开着桑智悠悠地说 小孩哥哥凑不到 三十个女朋友哥了怎么办 这个月还差一个 要不你陪哥哥 这语气温和又平静 桑智咽了咽口水 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 鼓足勇气快速喊了句 哥哥再见 然后把腿就跑向是逃难死了 段嘉许挑了挑眉 轻轻松松抓住桑智的书包 把她拉了回来跑什么 还没跑两步 就被抓住的桑智 突然意识到逃跑的可能性 基本未灵 她泄了气 这天都快黑了 声音小的 像是蚊子脚 一会儿我妈回家了 看到我还没回去 不担心 段嘉许真的看了看 天空这么晚了 哥哥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 桑智立刻说 没事的车站就在附近 然后下车了 我就差不多到家了 哥哥你也得回学校了 不然回去要很晚了 段嘉许说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这么关心我 哥哥就这么一点小事情 你干嘛进那么久 你又没什么损失 你考虑那么久 不就是不想给那个姐姐号码 又不好意思拒绝 那我刚刚不是在帮哥哥吗 还得给我说一句谢谢你 段嘉许被这个人小鬼大的小孩 成功逗笑 那万一哥哥喜欢那个姐姐呢 你这可是棒打鸳鸯啊 桑智立刻反驳 你是来帮我见老师的 又不是来相亲的 段嘉许秒回你 倒是教育起我了 也不知道 是谁让我来见老师的 段嘉许又继续说道 小孩你得好好听讲 不要破坏课堂纪律 还有啊 不要早恋 你这个年纪 要搞点纯真的语 桑智瞬间感觉自己被冤枉 又羞又恼地反驳 自己没有早恋 段嘉许像是没看见似的 继续交代 你以后要是再被叫家长 我们今天的事情就暴露了 你可不能恩将仇报 桑智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会出 那以后多年来不就好了 桑智看到段嘉许 固然变了的脸色 垂着头小声说 我知道 段嘉许看着他可怜的模样 有些心疼地揉了揉他的头揉 奖励了一句 真怪 段嘉许将桑智送回家 把书包地给桑智 桑智开心地向段嘉许挥手告别 段嘉许微笑着转身离开 桑智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慢腾腾地把门打开 用手捂着发烫的脸颊 不知道以后 他会不会遇见 跑到阳台上 抓着栏杆往下看 段嘉许还没有走远 正在路边打电话 过了几秒 仿佛意识到什么 忽然抬起头 往桑智的方向看去 桑智猝不及防 又做贼心虚 猛地转身蹲下 心也跟着砰砰直跳 他开始不断地 反反复复地想起 同一个人 有什么带着酸色 又能尝出一丝丝甜味 在冒出萌芽 桑智觉得这种感觉很莫名 也很不知所措 这一刻 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 桑智开始走神 草稿本日基本里 也开始填满一个男人的名字 尽管他连那个名字 对应的是哪个字都不知道 那个秘密的名字 段嘉许 转眼间期中考试 结束迎来了端午假期 桑智一个人在家 打开冰箱门 扫尸一圈 端起自己最爱的草莓 趴在沙发上 慢吞吞地啃热 电视里 故事传出动画片 欢乐的背景音乐 这时妈妈打来电话 让她先把米饭煮上 桑智满口答应 但是身体却一动没动 玄关处传来响声 桑智扭头看去 原来是 把哥哥桑岩回来了 许久不见的兄妹俩 相对无言 桑智就想把煮米饭 这件事交给哥哥 于是面不改色地说 妈妈 刚刚打电话 叫你把米饭煮上 你快去煮吧 桑岩凉凉到 我都没说要回来 她怎么叫我煮 桑智目光转回电视上 一边啃着草莓 一边回答 就是叫你 不信你打电话问就是 桑岩看着妹妹悠闲的模样 一把抢走桑智手里的草莓 愉快地吃了起来 桑岩看着妹妹悠闲的模样 一把抢走桑智手里的草莓 愉快地吃了起来 桑智哪里能忍 生气地抗议着 你怎么能抢我的东西 桑岩心安理得地 拿起一颗草莓 继续吃了起来 那里就是你的了 你挣钱买的 桑智伸手去抢 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桑岩把草莓举高 那也是冰箱的 桑智点起脚蹦跋着 去抢草莓 我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就是我的 桑岩毫不理会 那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桑岩抢走了桑智的草莓 两人争抢间 桑岩的电话响了 桑智趁机夺回草莓 惊慌失措地跑了 好不容抢回草莓的桑智 疯狂吃了起来 桑岩不懈地切了声 随后接起电话 桑智趁机夺回草莓 惊慌失措地跑了 好不容抢回草莓的桑智 疯狂吃了起来 桑岩不懈地切了声 随后接起电话 电话是桑岩的室友 打过来的 好像是忘带钥匙了 问桑岩有没有在学校 桑岩说自己已经回家了 让他问问端家许 他端午不回家 但是也不一定在学校 听到这个名字 桑智愣住 手抖了一下碗里的草莓 散落一地 桑岩疑惑地说 看的动画片都这么激动 喜洋洋又被灰太郎抓走了 桑智反驳 我看的又不是那个 说完蹲下身 剪掉落在地上的草莓 脑海里回荡着桑岩那句 段家许端午放假不回家 也不一定在学校 他难道是去见女朋友了 桑岩打完电话 将手机放在桌子上 桑智突然来了一句 哥哥你们宿舍 就你没有女朋友吧 桑岩一脸不屑到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很受欢迎的 桑智一本正经道 要不你还是去整个容吧 桑智是有多觉得桑岩长的丑 居然让哥哥去整眉 这一下把桑岩惹毛了 他捏着桑智的脸说 小鬼你讨打是吧 还记得上次跟我一起回来的哥哥吗 桑智一边挣扎 一边说记得又怎样 桑岩是一字一顿的 他说你跟我长得像 桑智一脸不可置信我惹他了吗 桑岩不懂啥意思 桑智又说没有的话 他怎么骂我宠 桑智捂着被桑岩捏红的脸颊 就算他说我俩整得像 那你还是丑 这时桑岩得意地说 你知道我们宿舍 为什么都没有对象吗 因为他们都在排队炮我 我就是因为避难才回家的懂 可惜我是直的 桑岩继续自恋地自言自语 桑智就听到了都没对象 四个年 其他的压根都没怎么听进去 他低下头捂着自己 又开会发烫的饼甲 想着断家许 没有对象 心里多了一丝开心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晚饭期间 桑岩突然提到 考完试后 自己就搬到主校区了 到时候 需要用下车 顺带 把一个室友的东西 也一块带过去 爸爸点了点头 这时妈妈问 你们主校区 是不是在直指学校隔壁 桑岩恩了一声 桑爸爸接着说 那你有空的时候 还能见你没放学 桑岩嘴角抽了一下 我上的大学 还得带孩子 桑智听到后 不服气地说到我 不用他接 妈妈这时边 给桑智加着菜 边说着桑岩 你怎么当哥哥的 家庭地位 可谓是很明显 桑智想起 哥哥刚说的室友 会不会是他 心里有些期待 便扭头对桑岩说 哥哥我帮你搬吧 桑岩难以置信 差点把饭喷了出来 你要帮我搬宿舍 你又想做什么要吧 只听见哐的一声 爸爸生气地 对桑岩喊道 你没这么懂事 你怎么说话 他要去就让他去 吓得桑岩赶紧解释说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怕把他磕到碰到 我东西那么沉 爸爸又说 那你看着点不就行了 桑岩只能无奈地答应 再次显示出了 家庭地位的差距 不得不说 桑岩也太可怜了吧 到了桑岩班宿舍那天 桑智走到南无大学门口停下 给桑岩打电话 桑岩完全忘了 自家妹妹要过来帮忙的事情 接到电话愣了一下说 不是吧 你真来 我现在没空去接你 你进来后又转着走自己上来吧 说晚安便挂断了电话 桑智背着书包往里面走 不一会儿就看到了爸爸的车 车上没人 后备箱开着里面有一些还没有搬的东西 还有一个布 桑智走到后备箱前 拿起布偶自言自语道 连布偶都买这么丑的 不愧是丑男桑岩 说着身后突然有一片阴陵笼罩下来 像是有人站在他的后面 挡住了他的光 桑智下意识地回头映入眼中的 是一件纯黑色的短袖 视线上罗恰好与段家许四笑非笑的眼睛对上 桑智立刻将在原地 段家许看到他手中的玩偶 忽然弯下腰 气息悠长地说 哪里来的小偷怎么只偷我的东西 盯上哥哥 可能是距离靠得太近 桑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看着面前这熟悉的脸庞 心脏碰碰的跳脸 又不受控的哄 反应过来后立刻将过 塞给段家许 眼睛不敢支持他说 我不知道是你的 桑智急忙同段家许解释道 我是来帮我哥哥搬宿舍 看到有东西 就想着顺便拿上去 看到段家许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地看着自己 桑智迟疑了一会儿 又补充说 早知道那个不偶是你的 我就不帮忙拿 段家许没眼动地动不理解 知道 是我的你就不帮忙了 小孩有没有良心 哥哥帮了你的大忙 你忘记了 桑智低着头委屈地说 是你刚刚说我是小偷的 段家许见状 笑着弯下腰说 哥哥给你开个玩笑 不高兴 要不哥哥送你个娃娃补偿 桑智立刻一把拿了过去 但嘴里却说道 这个娃娃怎么那么丑 段家许说丑吗 我觉得还行 桑智又问你 怎么买这么丑的娃娃呢 段家许摸着脖子回忆说 不是买的 我也不记得从哪来的了 桑智想着 这应该是别人送的 就把娃娃还给他 段家许接过娃娃 腾出一只手把后背相关上 转头摸了下桑智的头说走吧 走到楼梯口段家许 问小孩书包中不中 哥哥帮你拿 不中桑智开口道 我是十三岁又不是三岁 段家许又问你确定吗 我们一会儿可要五楼 桑智皱眉当然能问 你真把我当小孩了 要是我爬不动了 你难不成还要陪我上去 段家许上下打量着桑智嘴角上 梁说想要哥哥背 也不是不行 桑智酸甜的暗恋 刚刚冒出小萌芽 一颗想见段家许的心 热气而无助 听到段家许 要背自己去哥哥的宿舍 桑智一脸不可思议 你想得美说完遍 自己往楼上跑 段家许妥协地笑着 说醒我想得美 很快俩人就走到了 五二五宿舍的门口 段家许直接推开门桑智 在后面慢吞吞地走进去 此时的桑晏正坐在椅子上 长腿抬起 搭在桌上悠闲地刷着手机 这个姿态格外牵斗 和桑晏的视线对上 桑智不满地走到他身边抱怨地说 你还说你没空下来接我 桑晏面不改色地说 你这不是好好的上来了吗 这时一个胖胖的男生 从床上冒了个头出来 说疑这是桑岩的妹妹 另一个男生从阳台出来 我靠这个小妹妹挺可爱啊 桑岩听到后 把手里的水瓶扔过去 别说脏话 男生敏捷地接过瓶子 给他扔了回去 你这教育谁呢 你自己平时还没说完 他突然反应过来笑嘻嘻 哦我这不是嘴快了吗 小妹妹别学啊 桑智终于见到了 心心念念的段家许 如愿来到了段家许和哥哥的宿舍 前妃问段家许 晚上去不去吃火锅 段家许思考说 你们去吧 我有点事 前妃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问你干嘛去 难道有女朋友啊 听到这个桑智 立刻看见了 这时 前妃和陈俊文争着说 我们宿舍是一体了 你要想找女朋友 必须先帮我找 我没什么要求 脾气别太差就行 桑智盯着他们突然冒出一句 你们不是在追我哥哥吗 桑晏心头一颤 手机从手里滑落 此刻 大家都将在原地 陈俊文惊恐地说道 小妹妹范 可以乱吃话 可不能乱说啊 是不是你哥和你瞎吹桑晏 你个死鬼 前妃从床上坐起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桑晏 摸着下的手 这么一看 桑晏看起来 确实还挺没其目秀的 桑晏的鹅脚抽了抽骨 你们不是在追我哥哥吗 桑智的这句话 如同抛入水中的石子 激起了层层水花 却没有影响到一旁的段家许 段家许在旁边无声的笑背上的 纯黑书包便往外走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走到一半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停下来 揉了揉桑智的脑袋手 那个娃娃 要的话就 自己拿说完便出了诉讼 桑智愣在原地看着他 这世前飞看向那个娃娃说 这玩意儿段家许 还没扔呀 他是不是有 陈俊文也答了一句 他好像一直放在床上 荡板摄用的 桑智看着娃娃 想着一直放在床上的转头 故作好奇地问这个 是家许哥哥女朋友送的吗 陈俊文立刻到什么女朋友 他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前飞不喝倒是 忙得跟狗似的 这个好像 是他上学期参加比赛的奖品吧 搬完宿舍 桑晏提醒说 我们也差不多该出去吃饭了 赶紧换衣服 饿死老了 陈俊文在旁边说 也是再晚人就多了 说着就打算换衣服 桑晏看到后 将衣服甩给他 怒斥着 让他去厕所换 陈俊文尴尬地说 忘了小妹妹在哪 于是 三人便拿着衣服去厕所换 此时 房间里只剩下桑智站的男 他拿起断家许的布 默默地拉开书包的拉链 想把它塞进去 但由于体积太大 他只能把塞到一半的布 先拿出来 然后拿出一部分书包里的东西 放到断家许的桌子上 腾出空间 才把它塞进去 下一刻 桑晏从里面出来 桑智立刻被过身 默默地拉上书包拉链 桑晏问他 要不要一起去吃糊 吃完把它送回家 可能是由于段家许 没有在桑智心不在焉 说我回家吃 桑晏点头说行 我送你去车站 于是 俩人走出了宿舍 但谁知粗心的桑智 将自己的周记本 落在了段家许的桌子上 心中偷偷藏起来的人 终于约自己见面 桑智的心脏 像是提到了嗓子眼 晚上十点段 家许洗完早早出来 这时桑晏 正给桑智打电话 见段家许出来了 便把手机递给他 说我妹说 有东西落你那了 你们自己说吧 段家许接过电话问 小孩有什么东西落你呢 桑智解释道 不是你东西落我这了 是我落东西在你那了 我的作业本忘拿了 段家许不慎在意的 等等什么 我让你更明早 给你送过去 桑智心虚地说道 可是那里面 我有个周记我还没写 段家许收衣服的动作停住 沉默几秒后 突然明白了他找自己的意义 你是想让我帮你写 怎么不找你个 他才不会帮我写 只会骂我 段家许沉默了 桑智哭唧唧的声音传来 你就帮我写下吧 那个老师好凶吧 桑智想让刚认识的哥哥 帮自己写周记 段家许倾笑着说 小孩你怎么还哭了 要不小孩你明天早起 哥哥把作业本给你拿过去 到学校去 桑智立刻否定 不行太早了 我起不来 此话一出 惹得段家许满流 小孩 你为什么起不来 还这么理直气壮 小孩作业 是老师布置给你的任务 是你自己的事情 明天哥哥给你带过去 陪你一起写信物 桑智伟去巴巴地 等头同意 哥哥这个事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 我哥他又要说 段家许微笑着答应 然后挂断电话 看到了桑岩给桑智的 备注小果 默默记住了桑智的 电话号码 拉开凳子坐下 翻开桑智的周记本 看到他写的周记说 是小狗长得像 哥哥桑岩 忍不住扑辞小说声 心里偷偷藏起来的人 今天终于与自己见面了 桑智的心脏 像是提到了嗓子 也不知道 这紧张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为了付段家学约 平时爱睡懒觉的桑智 今天起来格外点 昨天段家许跟他约好了 在车站见面 归还自己落在段家许那里的周记本 并且答应陪自己一块写作意 携带着跟段家许见面的桑智 刚起床 就火急火燎地往车站跑去 到车站后 却没有看到他的人意 正四处张望时 手机震动起来 来电显示 遗和的陌生号码 桑智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果然是段家许的声音 听上去很有雌性 小孩你醒了没 桑智有些无语 我都到车站了 哥哥你要是在迟到的话 你以后 女朋友就长得跟如花一样 体型还像变形金刚那样 话音一落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 贴到了桑智的脸颊上 小桑智终于见到了 自己惺惺念念的段家许 段家许将温热的牛奶瓶 贴进桑智的脸颊 吓了桑智一跳 下意识回头看到 段家许穿了件红色条纹衬衫 看起来张狂又骄傲 他盯着桑智笑起来 如花变形金刚小孩 有没有良心 不过如花这个名字 还挺好听的 应该是挺漂亮一姑娘吧 就像小桑智这样的 桑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长得像如花 段家许拖着尾音 一字一顿道 小如花 听到这话 桑智犹如晴天霹雳雳气 也不大高兴 你不要这样叫我 如花长得一点也不漂亮 段家许侧头看她 是吗 听起来还挺漂亮的呀 桑智哼道又逗着我玩 段家许拿起牛奶 往她脸上贴了贴 你这小孩脾气 怎么这么大 哥哥不就跟你开个玩笑 给你喝牛奶 桑智迟疑地接过牛奶瓶 沉默地盯着奶瓶看 暗恋的人送你一瓶牛奶 自己却对牛奶过瓶 是中什么体 段家许见桑智 没有要喝自己给他牛奶的意思 便出声问 怎么了不喝呢 桑智文言迅速把牛奶瓶 塞进了自己书包里 谁说我不喝 看着她的举动 段家许好笑道 怎么整得 跟我要抢你的一样 桑智生印道给了我 就是我的 段家许倾笑的生意 还或时 小没良心的 行了 快到那边店里 把作业起来 两人来到车站旁边的便利店 段家许坐在她的对面 写吧 哥哥买点早餐 桑智磨磨蹭蹭 往周记本上写着日期 视线却悄悄往段家许身上喊 此刻她正站在商品价钱 店里灯光 足显得她的肤色很白 看东西的时候 双眼总会不经意地连起 专注又温和 但笑容却总是掉了郎当地 像个斯文败类 桑智看着此刻耀眼夺目的段家许 一时间慌而生 有这样一个宠溺自己的男人 试问 哪个女孩能不为之心动 对于桑智 段家许的宠溺 总是无处不在 对她提出的请求 也不忍心拒绝 不但一大早 牺牲睡懒觉的时间 送作业 还陪写作业 段家许回过头来问小孩 你还想不想吃点什么 桑智慌忙摇了摇头 低头装作在写周记 段家许拉开影子 坐在她对面 打开一本专业书看起来 桑智的心思 完全没法放在作业上 总是不由自主地 往她身上飘 随后装作不经意地问了郡 哥哥 你还没放假吗 段家许随口回答没呢 桑智想到段家许 电话号码的归属地 接着问 那你家住这边吗 段家需要了口面包不是 桑智猜测道 那你是不是课程结束 就要回家了 还有两周就要放假了 面对桑智的连簧 段家许挑了下眉 还有两周就暑假了 不是你怎么还好奇起我的事情 快点写完去上学 桑智默默地答应 七点多一点 桑智周记完成 同段家许说 哥哥我醒完了 段家许看时间还早 决定送他到校门口 两人收拾好东西 一块出了便利店 到了校门口 桑智莫名有点不想走 停顿了片刻 温吞地跟段家许到了声再见 而后缓缓转身 往学校里走 这时段 嘉许忽然想起了什么 突然叫住他 从口袋里拿了张被折叠起来的纸地给他 对了 小孩 这个给你的 桑智惊讶的结果 段家许神情略带歉意 哥哥偷看了你的周记 所以 哥哥写了一篇新的补偿 希望小桑智不要生哥哥的气 段家许偷看了桑智的周记 作为补偿 他写了一篇新的周记 送给桑智 桑智惊喜地接过小纸条 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开心地走进教室 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左右看了一下 去人没人 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个小纸条 拆开发现果然是一篇周记 似乎还特意模仿了他的自己 题目是帮哥哥搬宿舍 内容写得正经又认真 细细地把一天的事情 像流水帐一样写下来 桑智想象着段家许写这篇周记时 仔细地描述了自己一天做的事情 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也许是这样的画面 让他的呼吸和心跳都开始加快 然后像是从空气里尝到了糖的味道 小小的悸动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 桑智开始有了一个很小的探头 下次什么时候会再见面呢 希望自己快一点长大 希望日子能过得快一点 回到家里 桑智把牛奶瓶洗干净 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塞了进去 偶尔也会往里头装自己折叠好的星星 一刻又一刻 一天又一天 暑假来临 这天桑智有朋友约他出去 他换好衣服 对正在看电视的桑智说 我出去一趟 你在家好好写作业 不行 桑智停下穿鞋的洞子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还管我出门 桑智边吃着薯片边说 爸爸妈妈出城不回家 我肚子饿了怎么办 我没东西吃 桑智弯下腰掐着桑智的脸说 小鬼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爸妈不在家 我不仅要给自己弄吃的 还要把你那份弄上 桑智的脸被他扯到变形 含糊不清地说 那不一样 奶不一样 桑智捂着脸笑嘻嘻地说道 你没有哥哥 可我有啊 这直接给桑智整无语了 行我没时间跟你磨擦 要么你赶紧告诉我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回来 要么就自己在家等死 说完桑智拿出手机 开始快速按键 他把手机放到耳边说着 爸爸哥哥叫我去死 桑智打电话给爸爸告状 桑智意识到 急忙去夺走电话 发现没有通话记录后 生气的喊 小鬼你耍我吗 桑智十分赞定 我就演戏一遍啊 我现在就真的打 桑智把手机丢给桑智说 行啊 你打打完了 就轮到我打了 说着便卢奇秀 拿起鸡毛胆子 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桑智立刻没了底气 惊恐地说 你敢打我爸爸回来 会打死你 行啊 他回来打我钱 我先打死你 滑得来 桑智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小鬼要哥哥过去 还是你自己过来 桑智挑了条例 看到桑智没有动 还不像向沙发边靠近 桑智看着向自己靠近的自家哥哥 连忙道歉 哥哥我错了 哥哥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桑智不信 还挺会见风使舵 将鸡毛胆子放在桌子上 早这样不就得了 别懂跟我对着干 你要听话点 哥哥 天天给你带好吃的 桑智默默点头 最后 桑智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 还不忘叮嘱桑智 不要随便给别人开门 看着桑智出门 想到哥哥说的朋友 是去见他吗 暑假来临 桑智在家闲得无聊 翻出段家许送的牛奶瓶 看着 这时殷真如打电话过来 说下周二是傅振出声音 想要一起去唱片 一起买礼物给他 桑智想了想 还要准备礼物吗 那我没空 殷真如不想一个人去 急忙说 大不了 我到时候 说我准备的那份 是咱俩一起买的 桑智拿出牛奶瓶 随意回了点 到时候再说吧 你不是要去补习班吗 殷真如语气一下子急了 我忘了不跟你说了 拜拜 挂断电话 桑智盯着牛奶瓶里的星星出神 想到自从那天之后 就再也没进过段家许 犹豫着 要不要提她的短信 发什么呢 节日祝福 最近好像也没有节日 假装发错短信 桑智烦躁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年龄差那么多了 我费那个劲干嘛 还不如睡觉 对 段家许算老挤 她还没睡觉好 就在这时 桑智盯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晚饭不回家吃 你是要过来一起吃 还是我给你打包回去 还没等桑智回答 电话里传来另一个声音 段家许就在附近播家叫 叫她一起过来吧 桑智听到这话赶忙回答 我过来和你一起吃 桑智和桑岩一行人 开车去和段家许一起吃饭 快到达目的地时 前妃指着不远处的段家许说 看到她了 桑智文言朝她指的方向看 透过窗户 桑智看到段家许往这边走过来 而后打开了后车厢的轮 坐到了她的旁边 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 桑智下意识垂下眼别开始心 前妃在前头嚷嚷 你给高中生家教吗 段家许懒懒地应了一声之后 也没在嗝的动静 桑智用余光偷偷看着她 她似乎有些疲惫 上了车就靠在座椅上 眼睛半合着 看上去莫明显地有些推 桑智望着她有些出声 好久不见了 过了半场段家许步地 抬起眼睫看了她 仿佛抓住了她的侍心 桑智下意识抓住裙子下面 怕挪开视线就像心虚 她没有躲闪 跟她对视了几秒 见状段家许玩味地抬了抬一点 小孩怎么不喊人 桑智乖乖道哥哥好 她像是没听清追问的 哥哥好什么 桑智有些莫名其妙 就哥哥好呀 闻言段家许某了声 哥哥好晒啊 桑智乖乖道哥哥好 她像是没听清追问的 哥哥好什么 桑智有些莫名其妙 就哥哥好呀 闻言段家许某了声 哥哥好帅啊 随后突然凑近桑智调台笑道 怪不得一见到哥哥就脸红 桑智被她突然地靠近 弄得不知所措 有些反应不过来 随后意识到她话里带着动能的笑容 瞬间有了众 又被老男人耍了得不愉快看 跟着脸到你哪里涮了 听到这话前非转过头 一脸不分 段家许 你能不能要点脸 等小孩哪脸红啊 上回体测完我 为了喘不上气的时候 她跑过来问我 怎么一看到她就脸红 桑智转着方向谈 也加入了攻击段家许的行列 语气略带嘲讽 她跟狗多这么说话 桑智想象了一下那个话 原来是把她当小狗逗 当即在心里骂了句断牢孔 前非扭头安慰桑智 小妹妹 你别打理她 这哥哥不是好人 段家许文言 懒能量到 前非你怎么还挑拨离间啊 前非压了声 看向桑智 小妹妹 我挑拨离间了吗 桑智摇头 没有 这个哥哥看起来确实不像好人 段家许勾了勾唇脚 慢慢地重复了一点 行我不像好人 小白眼啊 桑智迟迟不来的出巢 绑回降临 红行的 还是三个大白 这天桑智跟着哥哥 和段家许出去吃饭 到地方后 桑晨把他们三个房间 自己去找停车位置 段家许和前非 在前面 桑智下车后 感觉肚子不舒 奇怪的小错误 不然她有了个不好的孩子 会不会是跟她同学说的那样 但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 很快段家许注意到 桑智没跟上 便回头到小孩走前面来 走后面被人拐跑了 哥哥都不知道 桑智磨磨蹭蹭开了口 哥哥 我想去个厕所 见状段家 去找她走过来 脸怎么这么晚 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桑智捂着肚子 眼眼头 段家许交代 让前非心去张 自己陪桑智 找他厕所 桑智文言脸 然后也藏不住 有话也说不出 让你一个人具体都问你 两个人沉默着 走到距离客户 十个月 段家许你下来 我在外面等你 桑智看了他一遍 沉默着走进了侧 果然和他猜想 那一样 内顾上远了一大片心 桑智迟迟不来的出逃 宝霉降临 不小心动到裙子上不说 还被同行的段家许 也藏不住 桑智看了段家许一眼 沉默着走进了厕所 果然和他才想的一样 内裤上染了一大片鲜红 还粘到了裙子上 幸好今天穿的是深蓝色 不细看的话 注意不到 桑智有些崩溃 想去楼上的超市 买包卫生巾 但今天出门匆忙 身上一分钱都没 可他又没法跟段家许 说这个事情 尴尬到一个字都不想听 两久后才下定决心 同一旁拽了一大截纸巾垫在内裤上 然后慢慢地走出了厕所 段家许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等他 桑智犹豫着开口道 哥哥你先上去吧 我想跟我哥一块上去 段家许没烧一台 你哥哥已经上去了 最后一个希望后面 桑智捶着脑袋了什么 那走吧 段家许摸不透这个年龄的小孩子 在想什么 只当是他心情不好 随后跟上桑智一起向楼上走去 段家许注意到 桑智裙子上有一块的颜色 比正常的深了一些 意识到了什么 段家许看着今天情绪不太对的桑智 斟酌着言语问 不是拉肚子吗 桑智眼眶红红的 一句话也没说 段家许也有些尴尬 顿了好几秒后才到 你先回厕所里 哥哥去给你买 听到段家许的话 桑智的羞耻心 一下子冒了出来 忍了半天的眼泪 一发不可收拾地往下掉 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段家许有些不知所措 弯腰替他擦掉眼泪 语气温和到我们还哭了呢 不是什么坏事 去厕所等着哥哥 桑智也不想在外面待太久 点点头说 谢谢哥哥 而后边忍着哭声 便走回了厕所里 段家许想了想 还是给桑晏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 段家许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桑晏随口问了句 怎么还不上来 菜都上齐了 段家许磕磕绊绊地说 兄弟你妹妹应该来立嫁了 那头瞬间沉默了下来 安静地像是挂了电话 过了半生 桑晏开了口 那怎么办 段家许语气带了些不可思议 你问我 这难不成是我妹 桑晏一本正经道 你是我兄弟 我妹不就是你妹 二楼好像有超市 要不你去买一下吧 兄弟 段家许觉得头疼 你下来买 贴身衣物 我买不合适 在后也藏不住 桑晏吐了口气 任命般地说 好吧 陪我一起去 段家许和桑晏两个大男人 来到超市 为桑智盘费神经 面对凌王马路地主 两人傻眼 桑晏发出灵魂疑问 日用是什么意思 白天用的吗 现在是晚上吧 那就应该用这个夜用 段家许茫然道 四百毫米 就是四十厘米 这会不会太大 两人被这些专业术语 搞得晕头转向 这时 一名售货员热情地 走到两人身旁问道 两位先生需要帮忙吗 两人同时露出尴尬之声 只见桑言不按常理出版 指着段家许道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他是个女人 段家许的动作一顿 受货员的表情明显被他僵硬 桑言继续厚颜无耻 你别看他长个粗绑的脸 但真的是个女人 过了几秒 段家许抬起头 桃花眼稍稍一脸 看上去深情过爱美 然后他露出个略显蛮味的笑容 喊了句 宝贝 段家许抬起头 桃花眼稍稍一脸 看上去深情又暧昧 然后他露出个略显芒味的笑容 喊了句 宝贝 桑言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段家许轻笑两声 捏了捏桑言的脸颊 解释那么多 做什么 你不用说我也明白 我在你心目中是最漂亮的 在吃瓜群中一样的眼神 以及受货源越显富艳的推荐下 桑言火速拿了一包纸巾 变闪电般逃离事故现场 段家许追着他使坏般喊道 宝贝别跑呀 等等我 离开那块区域后 桑言冷笑的 也是够恶心的 我差点脱了 段家许轻笑了声 你不是说我是个女人吗 我觉得 如果我是女人的话 应该还挺漂亮的吧 桑言嫌恶地偏了他一眼 打算转头就走 段家许提醒他 衣服也得买一套 桑言反应过来 衣服上也弄到了吗 段家许点头跟了一声 段家许同桑言 去给桑智陪了一顶 买完后 两人来到厕所旁边 桑言叫住一个正妙计处的女士 能麻烦你把这些东西 交给一个名叫桑智的小女孩吗 女人愣问一下 随后答应下 段家许出声补充道 能再麻烦你一下吗 我们妹妹年纪有点小 可能不太懂这个的用途 能麻烦你教一下她吗 女人了然笑了一下 满口印象 桑智在厕所里怎么喊话 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小妹妹 你是不是叫桑智 你哥哥让我把这个给你 你知道怎么用吗 桑智连忙顶头 知道谢谢姐姐 小桑智认真把自己收拾干净 便出了厕所 意外的是 外边没看到段家许 而是自己的哥哥桑智 桑智的尴尬情绪稍减了些 桑炎看到自家妹妹 红红红红的眼睛 走上前弯腰问道 小鬼你哭什么 听到这话 桑智的眼泪又开始往上 丢脸 桑炎小生安慰吧 谁说你丢脸啊 桑智拿手被擦眼泪 就是丢脸 举起手里的塑料袋 你还给我拿透明的袋子 别人都盼望 桑炎直起身朝她伸手 行了 我帮你拿 我丢这脸行了吧 闻言桑智的呼声劲 边吊着眼泪边 把袋子地给她 桑炎伸手 亲不过下她的头 走吧 哥哥带你是好吃的 桑智因为出巢来年 导致晚上七点 才来到烧烤店 同段家许他们会脱 桑智跟在桑炎的后面 前妃看到他们吐槽道 你们去哪儿这么久 桑炎随口胡说 小鬼跑去玩娃娃机了 半天没抓到一个 还破笔子 前妃看了桑智一眼安慰道 没事小妹妹 一会儿吃完哥哥 给你去抓一遍 桑智装没听见 恰好跟对面的段家许 撞上视线 尴尬的迅速扭头避开 段家许把一杯热水 推到她面前 轻声到喝点热水 桑智抬头看了她一眼 小声到了线 桑炎把菜单 推到桑智面前 想吃什么自己点 桑智看着菜单上的牛肉串 刚想画钩 桑炎便出声智智 自觉点这个不准点 听到这话 前妃为桑智打抱不平 你妹想吃点东西 怎么还不让点吗 桑炎没好气闭嘴巴 这小鬼对牛羊肉过敏 桑智看着菜单多那么聚 只是轻微过敏 吃一点又没事 看到端上来的牛肉 袖色可贪 桑智忍不住咽了下头水 偷偷观察了一下 确定三个男人 都没往她的方向打 做贼心虚地 在一条河肺里 悄悄哭上一块牛肉 正要张嘴响用时 段嘉许突然开口叫着 喧嚣热闹的餐馆中 桑智看着菜单 若有所思 她牛羊肉过敏 手中的笔 却像是不听使唤般 滑向牛肉串 看着已经上桌的菜 心中藏着一些小行主 但是却控制不住 哈喇子流出 用手中的菜单 挡着脸 暗中观察着其他三人 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 从容地拿起筷子夹 向盘中的牛肉 成功地将一块牛肉 隐藏在其他菜中 在即将 装到自己碗中的时候 一只碗出现自己面前 小孩给哥哥装一碗 桑智无奈地将菜 放在段嘉许的碗中 段嘉许却嫌少 在桑智惊恶的目光下 把整盘菜拉到自己面前 一块又一块 把肉挑到自己碗中 直到挑完 才把盘子重新放了回去 桑智的内心是崩溃的 你有这么喜欢吃牛肉吗 满脸通红腮帮圆滚滚的活 脱脱向一只小河豚 桑智同段嘉许他们吃过饭后 走出饭店 桑智兄妹走在前面 段嘉许在后 扶着独自醉酒的前妃 前妃嚎啕大哭 嘴里还不停地抱怨 这三年以来 凡是找我说话的女生 不是要桑智的电话 就是要老段的 说着说着 扯着段嘉许的衣服 使劲地摇晃起来 桑智没心没肺地说 下次把自己的电话给人家 就说你是桑智 旁边的段嘉许 也跟着附和起来 说你叫段嘉许也行 听闻此话 前妃激动地搂着两个脖子 感动得稀里哗啦 在等桑智去开车的同时 几人坐在场椅上 前妃打着酒隔 段嘉许扭头看向旁边的桑智 小孩有没有硬币 给搁个影 桑智满心欢喜地 去见藏在心里 却不想对方问自己要钱 桑智一脸的不屑 这么大人啊 还跟一个小孩要钱 顺着段嘉许的目光 一起看向旁边 难道他要抓娃娃 桑智跑到自己喜欢的娃娃面前 很是喜欢 然而 段嘉许的技术 确实也不怎么样 每次都完美地错过 当段嘉许帝恩 加一次看向桑智 再给搁个一个 桑智极不情愿地 打开自己的钱包 又是这样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功夫不负有钱人 不知道多少次之后 荒荡一声 终于成功了 段嘉许拿起娃娃 看哥哥厉不厉害 桑智撇了他眼 再看看自己 空空如也的钱包 还不如直接去买一个了 段嘉许看向他的眼神 带着些许的委屈 段嘉许帮桑智抓娃娃 却被智子刑起了 段嘉许看向他的眼神 带着些许的委屈 哥哥这不是没玩过吗 这么嫌弃啊 不要 桑智以训而不及 响叮当之事 一把结果 不要白不要 更何况花的是自己的钱 再次看向段嘉许的眼神 也柔和了许多 象征性地说了声 谢谢哥哥 段嘉许站起身 用手心揉着他的头 给你抓到娃娃了 别再哭鼻子了 桑智抱着娃娃 默不作声 明明知道 自己不是因为这个哭的 还假装成没有撞见自己丢脸似的 随后碰得把头埋进娃娃了 段嘉许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随后像是明白了什么 没眼上样 只是轻轻一笑 再次用手轻拍桑智的脑袋 还真是个别扭的小朋友 桑智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段嘉许 段嘉许帮他抓到了他喜欢的娃娃 回到家后坐在床上 看着两个破额 嘴里小声的嘀咕着真丑 就在这时妈妈推门进来 打断了他的思绪 手里端了碗红糖水 随后坐在床边说 他表姐出嘲来了之后 个子突然长高了好多 听到能长高丧志 很是兴奋 那痛一点也没关系 脑海中浮现出 某人说自己个子爱的画面 手也不自觉地慢慢握紧 甚至想要多长高一点 几日后的清晨 傅政出生日 桑智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不去了 妈妈还帮自己 报了个暑假会话班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奈何殷真如的连环夺命扣妥协了 桑智和殷真如 一起参加傅政出的生日聚会 两人找了家店 为傅政出挑选礼物 买完发现时间还早 干脆进了同层的一间甜品店 推门进去发现 店里没有别的客人 只有一个店员 听到门响声 店员抬起眼说了声 欢迎光临 听到熟悉的声音 桑智的呼吸一顿下意识抬头 看到是段嘉许 主动喊了声哥哥 段嘉许点点头 来这边玩吗 桑智恩了声 犹豫着问哥哥 你在这打工吗 段嘉许不太在意地硬核着 桑智点了一份双皮奶 和一份西米露 从口袋里 拿出钱数了三十四 放在吧台上 段嘉许出声提醒 还差一块 桑智觉得 他是在骗自己的钱 十八加十六 就是三十四 哪里差了 段嘉许声音 吊耳郎当 欺负哥哥 不会算账 偷偷看了哥哥那么多次 如果给你白看的话 那哥哥多吃亏啊 多收你一块钱 就成黑店了 小孩你有没有良心啊 桑智文言 转身就走 我才没有偷看你 还没走两步段嘉许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把桌上的钱拿起来 哥哥还能真收你钱啊 自己留着买糖吃吧 桑智看着手里的钱愣住了 怎么总是这样 打一巴掌给一颗糖 看着段嘉许熟练地做着甜品 桑智迟疑了几秒 最后还是很直接地问 哥哥你很缺钱吗 上次吃烧烤前飞哥 说你在做家教 今天在这里打工 你暑假不回家吗 段嘉许倾笑了生恩 有点缺 把做好的甜品端给桑智 去吧 你的小朋友还在等你 桑智将甜品端到座位上 殷真如凑过来说 你哥哥的朋友是要请我们吗 桑智漫不经心地回了句室吧 殷真如开心地说 太好了 省下的钱可以给游戏充点券了 桑智和殷真如一起参加 附正初的生日聚会 吃过甜品后 殷真如说附正初已经到了KTV 催我们过去呢 听到他们谈论 段嘉许微微抬眉 随口问道 要去唱K吗 去正规的天黑之前 记得回家别在外面太晚 桑智点头嗷了声 两人便出了门 殷真如凑在桑智耳边说 你哥哥的朋友 说话怎么和我爸一样 桑智点头附和 我爸也是这样 段嘉许拿抹布 把桌子擦干净 忽然他目光在桌子上定格住 桌上叠着一堆钱 除开刚刚他还给他的那些 似乎又多加了不少 像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放到了这里 回想起刚刚小孩问自己 是不是很缺钱 段嘉许愣了好一会儿 两久后 他迟疑地伸手戳了下那碟硬币 眉梢一阳呼地笑出声来 怎么好像有种骗 小孩钱的罪恶感 傅政出的生日会 一群人在KTV唱得正高兴 桑智耳朵被震得发疼 加上刚才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 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总觉得没安全感 纠结了半天 还是对殷真如说 他早回家了 奈何实在太吵 殷真如没听清 桑智只能扯着嗓门大声喊了 我要回家了 此时音乐正好结束 傅政出愣了一下 问道你要回去了吗 桑智点了领头 我爸让我贴飞之前回去 傅政出沉默了几秒后 那我送你到车站 桑智扶了扶帽颜 不用了我这道路 说吧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忽然想起什么 扭头看向傅政出 说了句生日快乐 傅政出愣了两秒 反应过来连忙追了出来 桑智走到扶梯的时候 脚步停下 扭头发现傅政出还跟着他 你跟着我做什么 傅政出堂塞者没跟你 我出来透透气 顺便送送你 为什么要送 下面就是车站 你回去吧 这时傅政出突然提高音量喊道 桑智我不信你不懂我 为什么想送 如果遇不到你的断家许 就看看你身后的傅政出吧 当桑智第一次被傅政出告白 留下一句不喜欢比自己小的 转身离开 傅政出盯着桑智的背影目 你这不是年龄歧视吗 我也就比你小几个月 桑智无奈 我有什么好让你喜欢的 傅政出瞅他一眼 极为肤浅的说 因为你长得好看 桑智呕了一声 那我没办法反过 傅政出仍旧穷追不舍 跟在桑智身后追问他 你不喜欢我什么 总得说点我能改变的吧 桑智只丢下一句 我也喜欢长得好看的 傅政出觉得桑智给他带了丑滤镜 毕竟除了他 从来没人说过他长得丑 桑智温吞地表示 每个人的审美不同 傅政出停下脚步 你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拒绝我 桑智今天可是我的生日 傅政出觉得丢脸我哭个屁 旁边突然站了个人 我好像打扰到你们了 傅政出觉得 面前的人莫名的眼熟 突然想起来 是桑智的哥哥 傅政出背脊一挺猛的一鞠躬 桑智哥哥好 起身敬了个礼 桑智哥哥再见 随即转身就跑 剩下一脸茫然的两人 桑智其实也有种 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哥哥你在偷听吗 段嘉许大方承认是啊 小桑智的魅力还挺大 惹得人家小男孩都哭鼻子了 桑智第一次被傅政出告白 却被段嘉许撞了个正正 小桑智的魅力还挺大 惹得人家小男孩都弄哭鼻子了 桑智有些别扭 你说什么呢 段嘉许扯开话题 上次哥哥和你说什么了 你给哥哥复述一遍 桑智瞬间懂了 他这话暗含的意思 我不记得你说什么了 但我没有早恋 段嘉许思考了一下 低声建议 青春期开始有这些想法很正常 但你也别伤害别人 你可以先谢谢对方的喜欢 然后再拒绝 桑智小声反驳 我哪有伤害他 是他老爱哭小时候和他打架 不管谁打赢哭的都是他 段嘉许上下扫是他 你还会打架 桑智成识道 小时候会打 段嘉许懒懒到 现在也还是小时候 桑智不满的反驳 现在不小了 段嘉许伸手比划了一下桑智的身高 这么看 好像是长高了些 还知道对哥哥好了 随后让桑智抬起手 把桑智的全副身家 又还给了他 谢谢小桑智 但这是如果被别人知道了 就会说 哥哥勒索出终生 桑智认真的说 没有勒索 这是我买甜品的钱 反正我就是要给你 段嘉许被气笑了 给哥哥钱干嘛 觉得哥哥很惨吗 他一提起这个桑智 又想起了刚刚自己 似乎惹他不开心的事情 犹豫了片刻 还是决定向他道歉 哥哥对不起 我觉得我的话 让你不开心了 头慢慢的低下去 哥哥对不起 桑智把酝酿了一下午的话 磕磕绊绊的说给段嘉许 哥哥要打工 好像很忙 我之前还老是麻烦你 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怎么可以 还让你请吃甜品 况且 这次还带了朋友 段嘉许眉眼一松 唇角勾起 小孩今天说话 怎么这么官方 桑智老实道 我的话 让哥哥不开心了 就是做错了 我爸爸说 做错了事就得认 段嘉许伸手揉了揉 桑智的脑袋 哥哥没有不开心 把你买糖的钱收好吧 桑智把手背在身后 反驳说 自己不喜欢吃糖 段嘉许弯下腰 盯着他明亮的眼睛 那就留着买你喜欢的 等哥哥穷得接不开锅 再来找你借钱行不行 桑智紧紧攥住手里的钱 没吭声 段嘉许把桑智送上公交车 挥手道别 目送车子开远后 又在原地站了好一会 夜幕还没降临 天边的颜色暗红 给大片的云染上了颜色 远山如画 轮廓清晰明亮 点缀在这片色彩之中 桑智伸出手指 在窗户上比划了一个段子 很快又擦掉 他的心情突然很低落 觉得有些费解 是年龄越大 烦恼也会随之变多吗 那究竟是身高长得更快 还是藏在心里的 那个秘密更快呢 桑智和段嘉许 在商场的一次意外遇见 是桑智在暑假 最后一次见段嘉许 也许是桑智的祈祷起了作用 时间转眼来到了十月 桑智一大早就坐在书桌前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门外传来桑妈的催促声 支支快起来了 不然校运会要迟到 桑智连忙应了一声 背上书包 快速走出房门 书桌上摆放着一个小猪存钱罐 上面写着买糖鸡精 早餐过后 桑妈提醒他把东西带齐 随后拿出洗好的班壶 给桑智让他换来 桑智迅速接过 摆进书包 忍不住吐槽 陈兔头的设置 真的太多了 这次的校运会 是借用了南无大学的场地 桑智报名了跳舞 正在疑惑登记处停泊时 陈蕊在不远处 挥手喊他过去登记 除了场地以外 南无大学还派出了不少志愿人 比如现在桑智在登记处 见到他的清风 桑智坐在帐篷的下方 见到他便见兮兮的说 同学你不符合参赞资格啊 回去吧 桑智气冲冲的反驳 我哪里不符合了 桑智慢悠悠的说身高很高 桑智无语吐槽 我就没听过 跳远要求身高的 桑智演一瞥 那总不能一米儿都没有了 说完用手捅了下旁边睡觉的 你说是把兄弟 一直趴着的段家许 动了两下 这才把脸从壁弯里抬起来 一处睡不醒的样子 懒洋洋的硬了声 桑智盯着段家许 心脏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 听到桑炎说自己矮朝桑炎好了 我哪里没有一米儿 我都一米五五了 桑炎上下来 这位同学你 长得还挺邪爱 下次提前说不然多容易误会啊 紧接着又调盘起桑智的号码 0155号 好像怕全世界 不知道你身高一五五似的 桑智反驳号码 又不是我自己选的 旁边的段家许 忽然注意到 桑智身上的衣衣 孤刺一声笑了出来 桑炎你妹妹的审美可还行 桑炎顺势瞅 可不 这班服 估计奶奶被都不愿意穿啊 桑智的怒气值 瞬间拉满目的闹 两个老男人 随后一把夺过号码牌 顺怒的转身离去 现在一大欺小 还流行错队 两个老男人坐在原地 寄所前沿后 滕瑞追上桑智 询问你 认识那可哥的吗 感觉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啊 桑智张口就来 我妈妈跳广场舞认识 偶尔会请他们来我们家吃蛋 我们就认识了 桑智觉得不可思议 你说的广场舞 是类似美丽的七仙女样了吗 桑智面不改色的脸头 桑智立刻挠不出两个帅小 和一群中年老大妈 一起跳广场舞的画面 简直不要太美 还挺潮的 桑智被段家许桑岩组团欺负 在同学面前 说他们喜欢跳广场舞 桑智立刻挠不出两个帅小 和一群中年老大妈 一起跳广场舞的画面 简直不要太美 还挺潮的 桑智的反应 让桑智的心情舒坦了许多 很快就有志愿者 喊贪赛选手过去抽签 安排比赛顺序 桑智抽到了倒数第二个上场 怎么这么倒霉 这么热 早点点完就好 不然有人 往他脑袋上盖着的帽子 他的眼睛 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 下意识仰头 直接涮夹许桑在他面前 巴瑟在阳光下 起来很紧 似笑非笑地说 小桑智今天穿得有点漂亮 桑智不想搭理 桑智站在旁边拿着相机 对着他一顿来拍 嘴上还不忘添油家族 可以啊 小伙子都可以去学美 桑智瞪大双眼 哥哥 你为什么拍照 爸妈让我拍的呀 难得你今天穿得 跟香港小姐似的 桑智跳起来 去抢他的相机 不准拍我平时好看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拍 桑智一只手 就把他摁住 你什么时候好看了 你跟哥哥说一声 不然哥哥不知情啊 桑智气炸了 可自己又打了 段佳许在旁边 看着这两兄妹打闹 话里带着调笑的意义 能不能别欺负我妹了 桑智顿时满脸问候 怎么就成你妹妹 桑智能不能别欺负我妹 段佳许的这句话 彻底让桑智凌乱了 自己妹妹 怎么就成他妹妹了 桑智见有大腿 可抱 立马躲到段佳许的身后 听到没有我哥 叫你别欺负我 桑智盯盯着两人 看了好一阵子 行兄弟这交易 我不吃亏送你了 桑智最后还得意的 朝他亲哥 做了个鬼脸 随着一声裁判的哨响 轮到桑智上场准备了 他把帽子还给了段佳许 匆匆跑向比赛场地 运动细胞为零的他 做着热身运动 只想着赶紧跳完就走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桑智闭着眼睛往前跑 心里还一直默念着 不紧张不紧张 本来他是不紧张的 但是现在莫名多了两个人来看他 尤其还有段佳许 周围不断有同学们的加油声传来 快到起跳线时 桑智突然一个急刹车 全场顿时陷入一阵沉默 周围只剩下呼呼的风声 刚才差点压到线了 吓他一跳 接着他弯下膝盖 奋力往前一蹦 裁判愣了几秒 接着报道 0155号 第一次成绩0.5米 周围嘲笑声四起 桑智满脸尴尬 在众人的注视下 走到起点 准备第二条 站在边上 围观的段佳许 也觉得好笑 你妹 这是怎么回事 桑岩把刚刚那一幕录进了相机 这小围警题又胆小 估计是怕疼 015号 第二次成绩0.8米 运动细胞为0的桑智 两次跳远都没过一名 陈秃头看他一副不积极的样子 将他训斥了一番 并要求他最后一条 必须好好跳 桑岩在一旁不忘不高 这一跳 还没我走一步的距离 在陈秃头 和自家清哥的双重刺激下 桑智抿着嘴 暗暗较劲 决定这次 一定要跳出个好成绩 让他们刮目相看 咽了下口水 跑成好呼吸 裁判一声令下 他猛地窜出去 完美的起跳 惊呆了众人 却在落地时 脚疯了 身体不受控的向前心 整个人摔进了沙坑 桑岩心中一惊 小鬼